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工的環節 身邊嘉賓請來Arno Arno 你好 Yu 你好 大家好 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Arno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04-656 或者把問題WhatsApp到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到ASK at 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要塞財經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 Channel都在做直播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想知 都歡迎大家留言 Arno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首先跟大家講解最新走勢 恆指最新跌53點 撥去308845點 而國企指數跌39點 撥去12284點 而大市成交金額暫時是605億元 接著就跟Arno說回香港股市的情況 見到港股今早都可以說 承接著四年升的強勢 一度再闖3萬1千點的關口 不過可能在軍事衝突的陰霾之下 見到恆指中段的時候 就由升轉跌高位回落7.38點 Arno 後市怎麼看 但是會否可能今天都會是高開低收 未來可能都會還有一個下行的空間 我想外圍因素對於港股的影響 就應該不大 你說中東局勢緊張 這些因素 頂洞都是影響油價 影響油股的表現 甚至對於油股來說 造成一個利好因素 所以導致油股症 看到有一個三連漲的情況 對於港股來說 始終最大的影響對對方A股的表現 今天上證綜合指數又跌下去 3190點 即是說不能夠站穩在3200點的水平 都擔心高位調整 好像今天人民文學 都有不進行逆回購等等 流動性會否收緊 這些相關的風險因素 仍然會在 但我暫時覺得影響性未必太大 又未止代表港股要轉勢 又要再次跌下去 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上上落落代變的格局 但始終你看到資金 又不是很審慎 或者完全沒有一個入市異辱 好像之前提及到 一些相對地 近期比較多消息的利好的石油股 很明顯受到資金追風 可以短期內 差不多升了接近一成 你說一些相對地 近期隨著可能量銀行同業拆息 仍然持續回落 本地地產股都反彈了不少 所以股份的資金 都是看一些因素來做炒作 你說今天看到 可能內地的流動性收緊 一些內銀股又再次回落 但我覺得調整空間不會太大 A股 短期來說可能有機會持續反彈 所以這些位置都不會建議大家看得太差 如果你從圖表細頭上面 大家可能會看到 恒指兩次 試31,000點這些位置 試過突破 但很快跌下來 看到31,000點好像有很大的阻力 暫時31,000點的確是有初步阻力 但是你說的阻力是不是很誇張 很大 很多人會在這些位置沽貨 又見到的情況又不是那麼悲觀 反而指數現階段都站穩到 在20天線 即30,850點這些位置上 指數都沒有正式跌穿20天線 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是一個整固特別的格局 如果這些位置 都建議大家繼續提好 因為始終我覺得指數 雖然反彈了不少 但是現階段 在一直的橫行區間當中 都處於中間區間樓上 其實你說勢頭 有慢慢轉好的跡象 始終我覺得 撇除技術走勢 看回外圍因素上面 短期來說 貿易戰那些風險因素 逐步降溫 而說中東局勢方面 我覺得不會有持續緊張 或者再進一步升溫 會導致股市很波動 反而當一些不明朗元素 在彈化的時候 那時候指數 我覺得會有條件進一步反彈 但是暫時看回市況 即使再轉一步反彈 我還是看到可能3萬1千 5萬3萬1千 6000點的位置 可能短時間之內 都在區間上去阿拉 剛才Arnold也有提到 因為中東局勢緊張 都推升了油價 你看到隨著大市 由升降跌到藍籌股 升的股份都減少了 暫時表現最好的升的股份 當中第一位就是803 中海油現在升超過3.6% 佈在12.46% 至於第二位就是857% 中石油 升超過3.2% 佈在5.71% 跟Arnold說一下油股 剛才說中東局勢緊張 又說要攔截導彈 又說要射導彈 看到油價也因為這樣而大升 之前沙特都有一個暗示 就是希望油價可以上漲到80美元 支持沙特亞美的股值 接下來你怎樣看油價的走勢呢 其實說到油早減產 近期來說沙特阿拉伯 類似希望將油價目標推到80元這些位置 從而令到沙特亞美的上市價值高些 這是一直支持油價上升的主要因素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油價短期後市的走勢 好像以美國紐約旗油為例 會不會有機會都好像布蘭特旗油那樣 上升到70元以上的水平 布蘭特旗油上升到75元這些位置 會不會再升到30元左右的水平 其實真的好看回中東局勢的發展上面 最理由內戰 我想短期來說風險因素 就應該不會突然消退 因為之前美國本來是去準備 做一些撤退的部署 本身整個局勢有機會會 但是當然最重要是說 首都附近大馬士革 發生了一些不可能略生化武器事件 很觸動到美國的神經 但是矛盾或者尷尬的位置之處 始終在說究竟哪個罰動攻擊 暫時你講到什麼也不知道 有些說是當地政府做 但是客觀點戰事分析 都在說當地政府沒有必要這樣做 所以說存在著變數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Jalea的因素 可能短期來說都會困擾著 所以油價我不會預料 有個高位回落的情況 但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可能會進一步刺激到油價 其實不是沒有的 因為現階段說 近期美國對於很多的國家進行制裁 其實你是說除了俄羅斯之外 一直有很多消息 傳到特朗普是非常有意欲 或者準備定 打算對伊朗進一步 作進一步的制裁 近日其實刺激油價上升 除了沙迪阿拉伯 可能截停了一些相關的導彈 所以你說擔心有些軍事衝突之外 也都有些官員說 可能提及到就是美國有些官員 沒有透明過誰來講 但是有些消息是說 特朗普是希望和沙迪阿拉伯 聯手去制裁伊朗 這些相關的因素 所以說到現在美流 會不會再進一步制裁伊朗 導致伊朗的石油出口 受到影響 有這個因素在 所以油股短期後市 即使近期來講升得比較多 我都會建議大家看照 但是這些位置再追 我未必太過建議 正如之前所說 之前刺激油價那些風險因素 隨時有機會淡化 再加上你說昨天晚上公佈 美國的原油庫存數據 不是真的表現太過理想 所以由油價長遠來說 暫時來說要長線 真的重拾升勢 未有太多動力在 現今只是屬於一些短線的炒作 是 安隆你也提到 覺得油價未必會在高位回落 但你也有說到 美國昨天出了一些數據 因為說庫存增加了330萬桶 比市場預期減少18萬桶 其實是完全相反 還有一些資料顯示 其實美國橙油 在這幾個月以來 其實都一直增加 接下來會不會暗示 或者預示到市場上的油 都仍然很充裕 可能未必可以推升到油價 可能平穩在這個水平上還行 其實究竟今年的整體最終 去到原油的供求關係 究竟是怎樣 是否有很大的變數 因為其實整體而言的供求差距 功過於求的差距其實已經收窄得非常小 美國的原油增加量 即液癌氣又增加 這是一個大趨勢 是否有什麼特別新鮮新聞 又不是 始終大家要留意這個新聞都說的 差不多接近一年以上的時間 其實現階段油價已經在反映這些因素 其實昨天的庫存數據是差的 但是否代表油價會有很深的調整空間 又未至於 因為主要原因 你看回庫存數據的原油 或者一些汽車用的汽油上面 庫存增長比預計更高 但如果你再看一些工業用的化工產品 或者一些蒸餾油等等 其實那個庫存壓力不是很大的 那在發生什麼呢 其實是下游的產品 特別是看過去一個月的數據上面 一些下游的成品油產品 整體的需求是強的 這個就是受惠經濟復甦相關的因素 所以如果短期來說 貿易戰的情況沒有惡化 經濟復甦的進度良好 甚至你看回聯儲局官員言論上面 聯儲局議息會議幾要上面 都反映經濟前景是樂觀的 那原油需求未來來說 會有機會持續增加 甚至你看回過去這半年 無論是美國的能源局 國際能源局 甚至沙特阿拉伯 他們對原油需求的預測都不斷地上升 所以在說 是不是還在炒工業與求 美國的業盈氣增量太大 這個風險因素已經逐步減退 所以油價其實後市的看法 我不會看得太過負面 只不過短期來說 油價這三天升得差不多接近一成 真的相對地比較急 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會看得比較審慎 但的確油價 我覺得短期來說 也有機會再向上市高位 剛才阿拉伯提到 你建議始終三通優都升不少 你就說暫時未必高追 但我都分析一下 如果可能現在有持貨的話 你又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們呢 其實根據表現來看 見到其實三通優裡面 中開油去年其實都表現幾亮麗 多賺了37倍 如果再可能拿著貨的話 其實是否投資者都可以放心 可能等它自己慢慢放下指 要升到差不多才想會止賺呢 在現階段的狀況 油股我覺得有中長線投資價值 所以你說有貨的 三通優 即使相對地比較疲弱的中石油 我都會建議中長線炸著 我覺得現階段他們的股價仍然存在著 可能有一成以上的上升空間在那裡 短期來說 能不能再進一步炒上 會有少許移民在那裡 因為升得比較急 看回現階段三通優 基本上三通優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各有各的好處 我覺得自己衡量自己是有甚麼取向 或者是投資的部署是怎樣 如果你打算受惠油價上升 未來中長線可以有一個穩定的派息狀況 未必真的那麼貪心 希望看回基本因素相對地較強 始終都是選中石化的 中石化未來的派息水平 預料會非常樂觀 最重要是看回公司 在三通優當中 他們資本開支相對地比較審失 資本開支大和小 不一定代表是好和壞 當油價升得比較急 真的有個明顯的升勢在那裡 那資本開支要減少 未必是一件好事 當油價升得好的時候 那資本開支大 這個反而好事 但是油價正如之前所說 是不是真的會有個急升的情況在那裡 長期可以馬上處於每桶70元樓上這些位置 我自己說機會不大 但是長遠來說是會有個溫和的升勢出現 所以說到三百六現階段的政策 最配合油價市場看法的走勢 但是如果你說短期來 真是看到中東的局勢持續升溫 甚至美國對伊朗制裁 令油價真的扯上去的話 那三百六這一方面就相對沒有那麼有利 所以你看到近這三天來講 三百六中石化股價走勢 升得相對沒有那麼急 所以如果你想中長線穩健投資 這些位置開始入市 那三百六我覺得是會首算的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真的駁油價 短期後市可以升多一層的話 始終從事上游的業務的中海油 會相對比較有個優勢在那裡 況且你看回圖表走勢 中海油的股價走勢是這麼多隻當中 最值得去繼續追入的 因為那間股價都橫行在12元到10.8元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在那裡 今次突破了12元這些阻力位之後 短期來說即使都是回調 都可能輕微地收補下上升列口 12元會是一個初步支撤位 我覺得只要股價 如果有機會落下12.3元這些水平 都可以順勢更盡 以量度升幅去看回 估計有機會破頂而上 可以看到14元這些位置 好啊 講完油之後 我就想和Arnold 不如答一答Facebook問題 我們之後再討論下去 看到有朋友已經在等我們了 首先回答Wallet 他說他的投資組合合是11.14元 19.58元就買了這隻股份 長線拿著的 想知道有沒有機會 接下來可以升回這個價位 即是回家鄉 還有還是戶馬好嗎 或者換一些教育股 譬如1317、839、60、68 哪些是值得長線投資 以及在哪個價位值得吸納呢 其實如果你和投票走勢上面 11.14華盛中國跌穿了18元這些位置 應該就要理性止蝕 如果你沒有做到的話 這些位置相對比較尷尬 我覺得跌到那麼殘的水平 其實基本面我不太好 汽車沽暫時我經常都說 是不宜尖手 但是在這些水平 是不是值得馬上去沽出 又未至於 但是我會建議嚴守 可能15元做指示位 當15元都穿了 理性止蝕離場算 因為擔心後市會還有個 再深一點的調整出現 都不足夠 但是如果不穿15元 看看有沒有機會出現技術反彈 但是如果有機會反彈到18元這些水平 我都會建議顧出 正如之前所說 汽車板塊始終無論是貿易戰 是好是壞都好 我覺得存在著的不明朗因素 會相對地比較大 華晨中國 如果有機會反彈 我自己看回20天線左右 可能是18元 或者17.5元這些水平 我都會建議減輸 那阿羅你見不見到他 都可能無法買一些教育 你有甚麼教育股 如果你是關教育股的話 其實順著勢去炒 我覺得OK的 暫時看見到教育股仍然走勢 都相對地比較強勢 那你說 始終教育股 我又沒有特別看哪一隻特別厲害 老實 整個板塊 我又沒有特別專門去研究 我自己看到 教育股整體 都是受惠內地的人 越來越願意去投資 或者內地的家長 整體研究一些子女 去讀國際學校 或者相對地比較貴的私立學校 意欲是強的 所以整體研究 看他們過去幾年 學費增長 或者在開學校方面 都可以為公司 帶來一個很強勁的增長能力 所以那些是教育股 由於展身自己沒甚麼可以開 我都建議選一隻大隻 所以首選都可能會推介一隻 一三一七 就是封業教育 我看封業教育 近期來說 都叫做向上市高位 順著11元這些位置買 以10元作為止設位 承擔一成左右的風險 我覺得都可以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就覺得 看回到12元或者13元這些位置 好 剛好我們再說多一隻教育股 好嗎 因為有朋友剛好問了 這個6068聚建教育 他就問了 會不會再向下走呢 就這樣看圖表 你覺得再下行的空間大不大呢 其實聚建教育 都是整體研究 保持著一個上升勢頭 其實看回都是同樣道理 我相信不會突然間轉叉等等 所以你看回勢頭上 現階段就是高位調整 甚至股價都站穩在20天 50天線 5.8樓上 所以你說6068 我覺得你不跌穿5.8 這些位置 真的不需要看得太淡 甚至這些位置都可以去跟進 駁一駁 我覺得就止虧位 除非真的說股價跌穿5.4 這些位置 否則可以繼續向上望 駁它再升穿之前的高位 就看到7元這些位置 好 接著我們就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Ano 電話旁邊有位謝小姐 謝小姐你好 你好 我問799 7.2萬 現在是怎樣的 好 達利食品7.2買了 謝小姐 就想問Ano 怎樣看這隻股份 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看到今天是在佈6.39 跌跌近1% 家庭觀眾7.2有貨 都在捱價 差不多捱一成左右 怎樣部署這隻股份 應該可能指示了它 還是可能是溝貨呢 溝貨是不建議的 始終你近期看到內需股的股額 都相對比較大 始終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看到昨天公佈出來的CPI數據 整體人見到內地的物價 整體食品價格上面 都仍然存在著一個下行趨勢 或者未必這麼快見到一個價格 會出現 所以股價可行都會順勢調整 再況且內需股當中 你見到這隻 都不是太多資金去炒作的 雖然跌下來的成交不算很大 但是你看看跌勢 真的比較急一點 這些位置小心一點 如果你有貨的 我會建議嚴守6.2做止洩位 如果真的穿6.2 你勝止洩來場就算了 因為擔心仍然會有好心的調整出現 但如果不穿6.2 就繼續拿著 溝貨未必太過建議 始終的勢頭都是不靈 但我覺得也有機會上回7元這些位置 然後建議謝小姐 可能剩下一個止洩位 就是在6.2這個水平 如果真的跌穿了 就要來勝止洩 接著又聽一下林先生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兩位五安 安東遊田未有過 哪位可以罵他 其實比起油股 油復股可能會更加進取 或者直播率會更加吸引 但是看兩個看法 究竟油價是一個短暫性上升 還是真的未來能夠重拾升勢 其實我覺得兩件事可能有機會同樣進黑 未來油價有機會從高位調整 但是調整壓力不會很大 每桶油再下60元的機會 真的不大 所以我覺得油復股都調整得差不多 你看看中海油田 或者 安東油田 如果你看看安東油田和中海油田服務都一樣 其實就是看安東油田 股價由之前說1.6這些位置調整落力 都開始重新升勢 最重要的股價突破了1.1這些水平 我覺得短期來說 有機會試回1.3 1.5 但是其實油復股當中 我自己會比較看好2.8.3 這些位置是安東油田 我會覺得股價相對地比較貴 因為你對比起來 其實市場率就更加至高 所以我會建議後低 用1.1這些位置買 移回1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看看有沒有機會推到上1.3 1.4這些水平 好啊 看到安東油田服務 現在就升上2% 比1.1.5 今天曾經創過一個月升高 最高見過1.1.9 至於剛才安東所說的 中海油田服務 2.8.3 現在就報8.4.6 升超過半成 好啊 安東說 接著我們又回答Facebook的問題 有朋友想問油股 8.5.7 剛才我們就說了3.8.6 說了8.8.3 現在就說了8.5.7 你怎樣看8.5.7 現價可不可以追入呢 之前說3通也有不同之處 8.5.7真的純粹以一個追落後心態 是 如果你看3通有的整體估值上面 你會見到8.5.7 中石油的估值是004.4 特別低的 因為他們那些進口天然氣 相關的業務 就真的仍然持續有一個拖累 來未來 8.5.7有沒有什麼上升的趨化劑 看看中俄方面 會不會有機會在天然氣方面 進行一些更加多的合作 但是短期來說 預料不會有這些相關的消息在那裡 大家普遍都認為中俄雙方會面 可能是5月左右的時間在那裡 所以如果8.5.7這兩天升了那麼多 這些位置開始做部署 都補回一個比較中線的投資心態 你說如果這些現價 我就未必看過建議 始終升得比較急 但是你說分駐吸納 現價開始去買 其實又不是不行的 所以我會建議 補個中線的持有心態 可能5.7這些位置第一注 如果下回到5.4再去追貨 以大約5.2作為一個止洩位 我覺得8.5.7要去追落後 都有一定的投資價值在那裡 正如之前所說 看著未來一兩個月 有沒有機會中俄雙方 在進口天然氣上面 做更加多的合作 如果未來能夠擴大進口天然氣的話 對8.5.7是非常有利的 到時候股價就可能有條件 做一個明顯的反彈 所以中長線的目標價 或者中線目標價 講到今年列尾 其實8.5.7也有條件 看到六問樓 所以我會建議看到七問這些位置 好,謝謝Anna 跟我們講了一隻8.5.7 鍾石油 接著我們又再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Hello 我請問現在閒子 有沒有機會落到30.068那些位置 還有我想問現在做淡妝 好不好 好,那就問Anna 恆子 李小姐就想問下 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再落到30.068這些水位 還有做淡妝的話 理由又怎麼看呢 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給這位家庭觀眾呢 其實恆子橫行的格局越來越明顯 我覺得其實短期來說 一個月以內的時間 可能今個月的整體表現 在期子結算設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太明確的方向在這裡 因為無論是中東局勢也好 中美貿易戰也好 或者是各個國家和俄羅斯的關係也好 我想消息上的變化會很大 都是市況我覺得都是上上落落為主 如果你看圖表細頭上面 現階段保力加通道都在顯示 橫行的趨勢非常明顯 底部在29,500 頂部在32,000點 而中軸正正就是指數現階段 30,088點這些水平 所以這些位置其實我又覺得 你做淡也好 或者做好也好 直博率不吸引的 都是50,50 我覺得就可以考慮 不妨參考看多一兩天 看定點 如果最終指數都站不穩 在保力加通道中足樓上的話 順勢去沽是可以的 因為你說一跌穿這些位置 不單止試30,068點 可能甚至試30,000點 都不奇怪 但是這些位置博 跌多700,000點 我覺得直博率真的不吸引 隨時有機會夾上31,000點 樓上 始終你要留意近期來說 都不少的貼價偶控剩下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就最好先抱回官網態度 好 接著我們聽多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喂 是李小姐 我姓梁 梁小姐 你好 我先請問RL 233100 我沒有貨的 什麼價格 還有我想問你怎麼看1043呢 1043都是沒有貨的 都是沒有 我想看看 因為有人叫我買 我想兩隻選一隻 或者看錢分量 我想看看2331 是什麼價格 還有1043第二選 你覺得好嗎 如果不好我全部買了你 謝謝 1043是關於國際嗎 不是啊 那個電 做電的 做電1043 剛才梁小姐說 1043是關於國際 不要看這隻 就看李02331和1297 1297 好啊 看看1297 我想看看中神線炒好嗎 因為現在美國亂 炒了這兩隻 好啊 就問問RL 梁小姐有兩隻股份 都是沒有貨的 好啊 又或者呢 可能會不會全部買了你 02331呢 其實呢 講到羈天軟件現階段 我不會在考慮階段 雖然你說科網股是強勢 但是之前升得這麼急 這些水平三個半才去追 我覺得都是看四元左右 所以網空間不吸引 升了那麼多 隨時調整回落到三元都不出氣 所以那個直播率就真的不吸引 這隻不會在考慮當中 至於理齡方面 問題是值不值得去告罪的 其實你看到當然的 最大的亮點就是 由昨天安踏公佈了整體的銷售表現之後 整個體育版法是做好的 但是我一直的看法就是 體育用品這個行業 整體基本因素不差 甚至是非常之好 但是不會說是每一間都做得好的 就是因為行業競爭 是非常之勢力 當中相對你一直以來 比較有優勢 都是安踏體育 所以當然經常都說首選 但是理齡你看到近年來都非常之強勢 主要是他們的轉型計劃 其實我會這樣看 過去幾個季度 差不多接近一年 三個季度 都有一個持續改善的跡象 會不會突然間 最新一個季度 立即馬上轉差 我覺得機會不大 因為理齡的轉型計劃 為何能夠做到成效 第一方面控制店舖整體表現 雖然說今年可能計劃開一些新的店舖 但是跟以前的店舖政策不同 以前的店舖政策 可能集中在一線城市上面 同一條街建三四間 現階段他們的新政策 即使開多一些店 整合了 不會再像以前的重複策略 這方面是一件好事 第二方面始終理齡 整體延的存貨壓力 真的小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 過去三個季度都改善的情況下 出貨量又OK 不會突然間的存貨壓力回到你 所以相對地 如果你看用品股 安達是首選 第二隻就會建議彈理齡 我覺得理齡都有機會繼續去最落口 但是你看看今天升了這麼多 我想短期來說 就不會預料再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跌得多反而未必這樣買 所以我覺得順著勢 九個半這些位置 就建議順著去上車 九個半建議去買 就以九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因為高位一旦出現調整 市分八元都不足 就會建議以九個半 九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至於順著勢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突破10元 就看到11元這些位置 好 講完理念之後 就跟Anno答一答個WhatsApp的問題 有朋友想問銀魚 Anno 寶貝在手 他純粹問一下 現在這些價位可不可以買呢 見到今天也有消息 就說他在長灘島開島那裡 好像遇到一些阻滯 見到他都今天要跌 跌近1.7% 報價71.75元 但是錢經常破頂 銀魚 你覺得現在這些價位值得買呢 Anno 銀魚的強勢 其實某程度上 可能的確是受惠 因為未來大家預料 他們在海外上面 除了澳門的博彩業之外 都有機會坐在地下的地區 擴展博彩業務 所以這宗消息出來之後 可能對股價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負面影響 但是我相信不會有一個很深的調整 其實始終論基本因素 論現代對澳門的博彩業務 你看回去年的業績 也是 銀魚的Ebitda增長速度是最快 而現代對股值仍然是屬於吸引 所以我覺得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藉著這個消息調整得多深一點 落到70元以下 我覺得可以去博彩 我就會建議70元這些位置買 以65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這些水平買就看到80元這些位置 好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Anno 我們再回答一個WhatsApp的問題 有朋友想問388元港交所 同樣地 他就說他有人沒有貨 我想問Anno 現在可不可以追港交所 昨天好像有很多消息 互聯互通擴大這個壓度 其實對港交所是否真的這麼有利 Anno 我不建議這些水平追港交所 因為可以關注未來市況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其中有一個利淡因素 有機會發生 始終港匯有機會跌到日方保證水平 金管局其實什麼時候出售 大家都在關注 雖然有很多消息都在短期 來講金管局未必馬上去出售 但是這個弱勢的港匯 都會令到大市的成交金額 不會有一個很亮麗的表現 再加上昨天擴大互聯互通 那個額度 我覺得作用不大 幫助性不高 即是借消息加上市況 氣氛配合去炒作上來 升到這些位置才去追 我覺得不理智 雖然說港交所 股價後市來說 都有機會跌到300元 這些位置 但我相信不太短期內發生 所以我都會建議後來買 港交所 即是250元這些位置 我才會建議大家去考慮 好 安娜華 我們有位家人觀眾 剛剛打電話進來 我們聽完他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優小姐 優小姐你好 兩位主持好 優小姐你好 優小姐你好 我想請問你兩支股票 首先問5號匯豐 我半年前就75元入了 已經收了幾支息 現在這一刻來講 我想再買再多些 因為之前曾經的低率是72.4 如果再入的話 應該哪位買會好些呢 還有邦一二九九 我都沒有貨 如果想入這支股票 怎樣部署呢 請兩位 我們先說回控 好嗎 家人觀眾其實已經有貨在手 想再買多些 交多些 你又怎樣看呢 哪個價位適合呢 其他替息扣的 其實都可以隨時入 其實這些位置我會建議買的 但我覺得既然你有貨 可以多等一會 因為股價短距來說 都是在75元這些位置上下落 所以反正都本身有貨 本身持有的貨一定建議去榨主 你又多留一點 但你又再落到73元以下 我覺得機會不大 因為股票是個市況 又有個明顯轉差的跡象 當然如果風險因素上面 又說貿易戰 又再次升溫 或者內地真的收緊銀根 等等這些商品的因素 五漢又有機會下去 但如果沒有消息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74元去買匯控 都是中長線拿著 起碼第八十元流上 至於友邦都很強勢 今天雖然高位整股 但我覺得不會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始終都是受惠內地的金融改革開放 是 友邦真是說 這麼多間的香港上市公司當中 最受惠的 前景非常之樂觀 甚至細看到八十元這些位置 我會建議 但就升得比較急 其實很多大行現階段的目標價 都已經升過了 短期來說高位有機會調整 但如果有機會落到七十元這些位置 我也覺得可以買 始終在圖表形態上 一個頭肩頂的形態已經形成了 頭肩底的形態已經形成了 只要不再跌穿頸線位 六十九個半 基本上真的乘著了 繼續向上望是好的 直播率是吸引的 所以我會建議七十元去買的 好啊 麻煩你阿奴 你分析了 解答了這麼多家庭觀眾的問題 和你申報 剛才提過這麼多值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 麻煩你了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